為什麼美股已經衝破歷史高點 幣圈卻下跌成這樣 尤其是山寨幣 這一集帶你看近期的FOMC會議 到底對幣圈有什麼樣的影響 為什麼長期持有比特幣的人 開始賣幣了呢 Curve的暴跌事件你有跟到嗎 來龍去賣 懶人包今天告訴你 還有我們熟知的商業大佬 Mark Cuban覺得美國的選情 會對幣圈產生什麼樣的衝擊 encrypt like it's her name the same If you want success then take a look away Hello 我是Bonnie 過去這整週啊 幣圈價格上上下下氣敷不定 其中一個很大的變數就是 美國聯準會FOMC會議 在台灣的時間6月13號召開啦 簡單來說呢 如果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是比較低的 那對比特幣的價格來說是比較好 那越高的CPI呢 對比特幣的價格越不好 那當天公布的這個CPI指數呢 是略低於原本市場的預期0.1% 你放眼傳統的市場 美國500大公司指標標普500指數 還有科技股為主的 納斯達克100指數 全部都攀升到歷史新高啦 分別上漲了0.9%跟1.2% 反觀一下币圈的數據啊 分析公司cryptocoin 追踪的這個指數就說 持有比特幣一年跟兩年未活躍的 比特幣數量 也就是一直都沒有動的 比特幣數量 已經減少了 這表示什麼呢 就是持有者在比特幣 接近歷史高點的這個時候呢 已經開始獲利了解 就賣幣啦 其實用心理的角度是可以被解釋的 就很多人買了比特幣 一直持有在熊市撐著嘛 然後當價格達到歷史高點左右 或者是高一點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拋售 因為你覺得啊 反正撐那麼久有賺就好 有點像是你可能用一塊錢 買了一個幣 結果他一直下跌 然後你等到他慢慢慢慢 漲到1.1塊錢的時候 你就想要趕快賣掉啦 反正賺了0.1塊錢也不算虧 這算是一種邏輯啊 但其實我們想要贏呢 是要撐到他起飛 以剛剛的例子來說 在1.1左右的賣壓沒有結束 這個幣就沒有辦法起飛 因為每一次打到這個1.1 可能就會有賣壓 所以我們要看到的是呢 這個賣壓在1.1的時候 慢慢沒了 然後呢 持續的衝破 這個時候呢 另外一個大家要注意的變因呢 是Montgox的拋壓 目前已經超過10年沒有動的比特幣呢 總量大概是180萬顆啊 其中呢 包括中本聰挖掘的110萬顆比特幣 那根據機構報告的說法 他們預期說大多數這個破產交易所 Montgox的持有者 會在2024年的10月和11月呢 拿完還給他們的比特幣 那經歷了10年失而復得啊 這些人呢 可能就會把比特幣賣掉 也算是對自己10年的這個等待 有一個交代啦 Montgox是什麼呢 他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幣交易所 但是在2014年呢 他被駭客攻擊 被盜走了85萬顆比特幣 那當時的價值大概是 6.4億美元 從這個交易所破產到現在哦 被影響的用戶很堅持說 希望交易所透過呢 擁有的比特幣來賠償損失 而不是以破產當下 比特幣對應的這個法幣價值來賠償 所以呢 就拖拖拖經歷了10年 直到2022年 他們宣布了要開放債權人登記索賠 會把14萬顆剩下的比特幣呢 還給用户 2024年的1月呢 他們宣布開始要解鎖比特幣啦 償還給債權人 那網路上面陸續有用戶發文說 已經收到賠款啦 賠償預計會到2024年底完成 這幾天啊 山寨幣大崩跌 搞什麼啊 事情是這樣的哦 5月23號呢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批准了這個交易所的19B4文件 這幫以太坊現貨ETF 鋪了路之後呢 期貨的交易員呢就預先做了一些操作 6月初哦 基於以太坊價格的投機性交易呢 已經達到了極端的水平啊 所以呢 期貨交易的持倉很高 那當大量的這個期貨合約開倉之後呢 如果市場上面出現下跌 或者是感受到一些風險 那持倉的人呢 可能會迅速平常要減少一些損失 這樣的做法呢 就會加速市場下跌 那上一周市場上面也出現了 大量項目的代幣解鎖 比如說Aptos有解鎖了9700萬美元 IMX5100萬 SAIT也有6200萬 UNISWAP9000萬啊 所以很多早期的投資人呢 都選擇趕快賣幣換現金 同樣也是拉低了山寨幣的價格 Solana在2023年的10月 啟動了一個山寨幣的漲勢嘛 在2024年的2月 爆發各種Solana民幣對吧 但是呢 Solana現在突破關鍵的水平跟支撐線啊 機構預期呢 Solana會突破三角形的形態 下一個目標價落在120跟100美元 回頭來看一下上一個周期啊 2020年的3月 三寨幣不包含比特幣 以太坊跟穩定幣的市值 380億美元 等了18個月之後呢 2021年的11月達到了9270億美元 這是30倍的回報 在2024年初 比特幣現貨ETF出現了 接著民幣的風潮出現了 比如說Bunk Pepet Dogwith Hat 都在2月的時候起飛 當時Solana上面 每一周的網路手續費 從2024年的2月26號 250萬美元 暴增到3月16的2400萬美元 所以表示當時有很多投機的行為出現啊 那目前呢 Solana的手續費是處於 每周1300萬美元 比較健康一點的狀態 在3月初的時候 民營比Shiba Inu 一度纏連南韓7天 交易最多的代幣啊 幾乎相當於當時呢 韓國上市股票交易量的50% 所以當時短期來說呢 民營已經太熱了 不過呢 那長期來說6月18號 币安的首席執行長Richard 在接受國外的這個YouTube頻道 Bankless訪問的時候 他說 預計比特幣會在2024年底啊 超過8萬美元 他也覺得2025年的表現 會比2024年來的更好 因為總體大環境的影響 所以我們依照這個 先前的4年周期來說 山寨幣發威的時刻呢 可能還值得期待 Curve的大暴跌事件 你有注意到嗎 CRV上個禮拜在7天的時間內 大跌了40%左右 原本0.4美金啊 一度跌到0.23美金 而且是很高速的速度在下跌 那我們現在錄影的當下呢 他又回到了大概0.30.31美金一顆 那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故事是這樣的 6月13號凌晨的時候 鏈上數據分析的機構 就在Twitter上面發文表示啦 CRV這個代幣呢 目前正在屬於清算危機的關頭 Curve的創辦人Michael 抵押了價值1.4億美元的CRV 來借貸出穩定幣喔 那如果這個CRV的價格呢 再下跌10%左右 這些抵押品就會面臨清算 直接被賣光 創辦人Michael這個人呢 也是很有個性喔 今年2月Curve推出這個借貸服務的時候 他就當眾跟大家說 想要清算我就直接來吧 果然啊 這個機構報告一出來之後呢 就開始有很多人想要做空 這個價值1.4億美元的CRV 想要他被清算 6月13號中午11點左右啊 價格正式跌破了清算線 有超過5000萬顆的CRV 在Inverse跟UWU LAND 這個平台上面呢 被清算 那受到這件事情的影響 Curve當然就大暴跌了嘛 有沒有人在這事件上獲利呢 欸當然有啊 Twitter上面有一些 鏈上分析師就挖出來啦 一個主要的清算人呢 他的地址 花費了755萬顆FRAX穩定幣呢 以均價0.2549美元 清算了將近3萬顆的CRV 然後呢 他又在币安賣出啦 所以獲利就高達72萬美元 還有金魚是用這個 鏈上去中心化交易所 跟中心化交易所中間的差價 在短短的時間內 套利了10%的利潤啊 總共16萬美元 這一段期間呢 Curve自己的穩定幣 叫做Curve USD 也出現了異常的波動 有一個做事商呢 叫做Wintermute 就抓住時機啦 他在事發之前呢 就用0.9984的價格 買入了大量的這個 平台穩定幣 Curve USD 然後在事件發生之後呢 以均價1.06779美元 拋售獲取63萬美元 所以說幣圈的賺錢方式呢 白白中 有時候呢 真的得要佩服這些 非常認真研究鏈上數據的人 這次事件呢 並不是Curve的創辦人 Michael第一次面臨重大的清算 其實在2023年呢 Curve就有好多個貸款池 遭到利用啊 導致CRV的價格呢 暴跌 超過1億美元 面臨清算的風險 當時怎麼救急呢 欸 波場創始人 孫宇誠跳出來了 這些DeFi大佬呢 介入幫忙 趕快提供流動性 防止壞賬 然後用折扣的價格 成功收購了好幾萬顆的 這個CRV 才真正阻止 整個生態系統出現這個風險 社群最記得的新聞是什麼呢 就是2023年6月的時候 DL News報導啦 有三家的這個幣圈創投公司 叫做Perify Frameworks Ventures 跟1KX 在舊金山起訴了 Curve的創辦人Michael 商業詐欺 原因是因為 Curve的創辦人Michael 花了4100萬美元 買下墨爾本的豪宅啊 這一筆交易呢 還創下當年 當時的這個維多利亞州 單筆最高的房產交易紀錄 2022年的3月呢 他們也是用了1825萬美元呢 在當地買了一個 義大利風格的豪宅 這些事情呢 讓拿錢出來挺這個項目的 VC投資人 非常的不爽 覺得吃虧 沒有得到應有的股權 或是代幣 那當時創辦人Michael呢 已經賣出了上千萬美元的 CRV代幣 VC投資人覺得 這些代幣 原本應該是屬於我們的 當然VC超級不爽的 還有機會成本呢 因為他們因此錯過了 投資Curve的競爭對手的 這些商業機會 雖然說這個項目的 花邊新聞超多啊 但是CRV 它到底是幹嘛用的呢 了解一下 CRV呢 它是一個去中心化交易所 Curve Finance的 治理代幣 那這個去中心化交易所呢 它是以穩定幣作為核心來運作 擁有CRV代幣呢 你就可以參與流動性挖礦啊 直壓挖礦等等等 或者是把這個CRV 抵押到AVE這些借貸平台 去借出加密貨幣 當然還有治理投票權的功能啊 它在去中心化的世界裡面呢 被常常使用 最近討論度很高的 還有新項目叫做IO.NET 之前呢 他們經歷了四天的 BN Launchpool直壓挖礦啊 那IOB呢 也順利的在各大交易所開盤 不過這項目呢 到底是做什麼的 它的風波好像也不少啊 是發生什麼事呢 時間我們先回推到4月 這個項目的代幣 還沒有開盤的時候啊 當時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項目嘛 所以熱度非常高 但是在4月25號 IO.NET的官網出現故障啦 說是被駭客篡改前端的數據 然後呢 讓這個項目代幣 IO的空頭被迫延期 幾天之後雪上加霜啊 加密貨幣的投資基金 叫做Definance Capital的 創辦人Arthur Chong 在X上面發了一個 意有所指的推文啊 他說呢 一個有黑歷史的創辦人 成功的幫自己的項目 以10億美元的估值 籌集到資金 大家比對之後 認為說 诶 講的可能就是 IO.NET的創辦人兼CEO 他的名字叫做 Ahmed Shadid 當然這引起了社群的群情激憤啦 當時想說 哇 這項目要量了嗎 不過呢 在6月9號 IO.NET的創始人兼CEO Ahmed呢 就在社交平台上面 立刻辞去了 這個CEO的職務 把位子交給 IO.NET的聯合創始人兼 營運長 Tory Green 這成功的讓這一起風波呢 稍微停下來 讓他順利的開盤 那開盤剛開始表現也不錯 到底為什麼不錯呢 因為IO.NET吃到近期最火的兩個賽道 也就是AI人工智能 跟DPIN的去中心化物理基礎設施 它是一個基於Solana區塊鏈 打造的這個去中心化算力的網路 目標是要透過閒置的這些GPU 也就是大家電腦裡面的顯卡算力 幫一些AI機器人領域的業者呢 提供更彈性更方便的這個運算服務 那這就是最近這一兩年最火的話題嘛 從ChatGPT出現之後 所以有相關的算力的需求 都是供不應求啦 那對於想要進入AI領域的新創來說 很多時候呢 他們負擔不起很貴的這個硬體成本 那這就是IO.NET想要解決的痛點之一啊 那我們想要參與可以幹嘛呢 就是買幣嘛 不然就是選擇魯毛 你可以到他們官網註冊一個帳號啊 連上錢包呢 然後下載他的程式 貢獻你的電腦運算資源就可以開始賺IOB了 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他又有動作啦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呢 6月11號晚上的時候 他在自家的這個海湖莊園 跟一些比特幣的大礦商面對面的會談 然後大方的承諾啊 上任之後呢 要在白宮公開支持比特幣挖礦 其實他的宣傳策略真的是滿聰明的喔 之前他公開說過呢 要把這個關在監獄裡面的思路暗網 Silk Road的創辦人減刑啊 這已經引起了很多年輕族群的討論了 接著又要說 喔開放加密貨幣的捐款 這又拉攏了一大堆币圈用戶啊 那川普呢他是懂流量的對吧 思路暗網的故事呢 真的是有夠精彩 我們之前做過一支影片 就是在講這個故事 待會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我會放在資訊欄 好啦那看對手這麼積極 民主黨的拜登肯定不能落後啊 最近呢 他也被發現私下跟這些币圈的大佬 取經一起討論怎麼自訂這個數位資產的法規跟政策 幾個禮拜前更是大力招聘了這個網路民音專業的管理員 很明顯要衝著年輕人的選票 說到加密貨幣的選舉角力呢 不得不提到這個币圈名人啊 Gary Gensler SEC的主席 億萬富翁AKA電視名人Mark Cuban 他就在Twitter上面直言不會說要是Biden選輸啦 這鍋呢很大一部分是要SEC主席Gary Gensler來背啦 他說因為Gary在位期間 不但沒有保護投資者 還把整個區塊鏈的公司啊 項目產業搞得死去活來 Mark Cuban接著又說呢 要是Biden不想要丟了白宮啊 不想要選不上 那就必須要在Gary Gensler 跟支持加密貨幣的選民之間二選一啊 言下之意就是要他把SEC主席炒了換人當 最後要來問問大家 你在投資加密貨幣項目 買幣的時候 會不會因為那個團隊 跟項目的創辦人生育好不好 來影響你的買幣決定呢 會的打一 不會的幫我打二 也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謝謝你看到這裡哦 歡迎用下面的連結到LINE 跟Discord群組 跟努力的大家一起討論 我們在OKXBM派網呢 跟其他的大交易所 都幫大家爭取到了 最高8折20%OFF的交易手續費減免 用下面的連結註冊呢 你的交易成本就更低了 也歡迎告訴我 你接下來想要看什麼 我們在币圈繼續努力 下次見 拜拜